新華財經台 歡迎收看亞洲奇王 我是曾英傑 台北股市現貨以及十月起止 今天出現一個開低震盪盤 中場現貨跌了56點 十月起止部分 跌了62點 我們先來看一下整個今天 十月起止的走勢圖 這是整個今天起止 十月份的一個走勢圖 最低點8083 9點50分 最高點8156 出現在1點25分 當然在今天這樣一個震盪行情裡面 中場它是跌62點 十月起止 在今天的行情裡面 曾老師一樣按照慣例 來問投資朋友一件事情就好 什麼事情呢 侵害投資朋友 今天的盤好不好做呢 我想我又問了這個問題對不對 而這個問題它的答案是什麼 看投資朋友你今天是賺錢還賠錢嗎 才能知道今天盤好不好做嗎 我相信在今天賠錢的人 一定會說今天盤好難做喔 對吧 而在今天賺錢的人一定會覺得今天盤很簡單啊 上個禮拜我留空單 那今天他就殺下來了很好做啊 今天他就殺下來了很好做啊 很簡單啊 很容易操作的啊 是不是呢 因為幾乎每天都在賠錢 因為幾乎每天都在賠錢 為什麼會有這麼大的落差 這差別到底差別在哪裡 我說的差別永遠啊 都在方法 都在方法 我的方法就叫仙人指路實戰系統 不相信我們等一下來驗證看看 而在今天行情裡面你會覺得難做的 博外屋是兩種人 哪兩種人 第一種人喜歡做波段的 留錯的方向嘛 上個禮拜五留了多單嘛 拉近一點 結果今天開低嘛 那開低之後呢 他從來沒有在上個禮拜五的平盤之上嘛 那當然你 你當然今天賠錢 你當然覺得難做啊 這第一種人啊 那第二種人呢 當然就是做當衝 那做當衝 我不管你今天做多或做空也好 不管做多或做空哦 你今天只要切入的點位不漂亮的話 那麼你很有可能呢 是做多也被修理 做空也被修理 因為你很有可能在今天的低檔地區這一段 下去追空 來到高檔地區這一段 下去追多 尾盤又殺下來 所以今天做當衝 不管做多做空 你只要切入的點位不夠漂亮的話 那麼還是一樣 他會很有可能覺得今天的盤很難做 因為你的結果是賠錢 你空在低檔地區 當然衝上去快四停損30點出場 你買在這個高檔地區 殺下來停損20-30點又出場 所以你當然會覺得這個盤很難做 這就是你所得到的結論 那我們今天如何操作呢 請你認真來看一下 我說過了 只要有方法有工具啊 每一天的盤啊 你幾乎都會發現它其實是很簡單的 來看一下我們上個禮拜 這個是在教師寫上個禮拜五 教師寫前夕的一個行情走勢表 在那一天的行情裡面我告訴了你 我們手頭上 因為這個先人指路波段指標 依然站在空方 所以我們在上個禮拜也同步告訴你 我們抱有這一口8236的空單 這個是在上個禮拜五 我所告訴你公開事先告訴你的 而且禮拜六禮拜天都重播了很多次 除了這個之外 在禮拜五那一天 我們也買進了這個8250的週選擇權 當天我告訴你什麼 10月第一週的選擇權850賣權 我們在那一天41點進場 來這邊拉近一點 當天我就告訴你週選擇權 不管賺賠全部續爆 當天收盤價49點 小勝當中續爆 我們來看一下今天我們是怎麼做單的 坦白講今天不管是當衝或波段 波段如果你方向看錯賠錢的話 你當然覺得今天這個牌很難做 而當衝的話做多做空的 如果你因為沒有一套客觀的依據 來告訴你今天的低點跟高點的話 你可能會因為切入的點位不漂亮 所以做多也被修理 做空也被修理 那我們是怎麼操作的 請你認真的來看一下 在今天開盤前 這是整個今天10月起止的走勢 開盤前 我們就發了一通訊息 8點26分 8點26分 來 剛剛各位看到了 我們是留有一筆8236的波段空單 只要今天觸及或突破成本價就出場 要不然就幹嘛 續爆嘛 對不對 而且我還告訴我們家族聲援 如果你要在這個地方做多的話 你要準備另外一個帳戶來操作 旗子多單 因為我不希望這個8236的空單 被輕易的洗出場 所以要做多可以 但是你一定要準備另外一個帳戶來操作旗子多單 那這個8250的賣權呢 我就告訴家族聲援 進後訊息來動作 待會也會跟各位交代的很清楚 那麼今天來看 我可以直接告訴你結論 8236的波段空單完全沒有打到成本價 成本是在8236 今天最高8156 完全沒有打到成本價 好 所以不動如山 那8250的賣權 我直接告訴你 我們今天也沒有動 一口都沒有賣 而且在今天開盤前 我就告訴家族聲援 要準備另外一個帳戶來固定做多 好 那待會兒我們再來算總帳 那今天在一開盤的時候 我說的如果你做當衝 今天呢 因為切入點位不漂亮的話 那麼你來看一下 我在今天一開盤的時候 告訴家族聲援什麼事情 這是846分 我提供給家族聲援的一個訊息 我們按照先人指路所算出來的 今天的棋子的壓力位置 在8145附近 而支撐呢 各位仔細看哦 來拉近一點哦 支撐則在8087哦 這個就是針對當衝 那這通訊息重不重要 我待會會證明給各位看 仔細看 這是我846分 開盤一分鐘 我發給全體會員的一個訊息 當衝的壓力 就在今天8145附近 當衝的支撐 就在8087附近 那你可能會覺得很神奇 為什麼曾老師 通常都能在一開盤 幾乎都命中了當天的 相對低檔跟相對高檔 為什麼 雖然沒有完全百分之百命中 但是我們所告訴會員的支撐點位 跟壓力點位 幾乎都雖不中 亦不願意 我們來核對一下哦 今天我告訴會員的支撐位置在哪裡 8087 有準嗎 今天最多是8083 而且是在9點50才出現 但是我開盤一分鐘就告訴家族成員 那今天的壓力呢 雖然今天最高是8156 但是我給會員的壓力8145 也沒有打到停損 也沒有打到停損 那這數據怎麼來的 請看先人指路系統 我們再看一下先人指路系統 為什麼會發這樣的數據 這是開盤大概10秒鐘的時間 14秒 我們當衝的地線 也就是今天的支撐 它叫8087 所以我就告訴家族成員 今天的支撐在8087 那我們來看一下壓力 拉近一點 這邊是不是顯得8145 也是開盤不到半分鐘的時間 所出現的數據 所以擁有這兩項數據之後 接下來該怎麼做 接下來就看我們的順勢指標 今天我們的順勢指標 在9點的時候 5分鐘指標 當時它站在空方 我們請家族成員在8117 附近直接試駕做空 這個絕對能穿價成交 我不再證明 那今天第一次出手 我們就在8117做空 而且一筆單至少兩口 穿價成交 那如果按照當中的角度 這該補在哪裡 8點46分就已經告訴全體家族成員了 當沖的支撐 你既然做當沖 當沖的支撐就是在8087 不是嗎 那一筆單是不是至少兩口 所以找盤這個空單 如果你是做當沖的話 8點46分我就告訴你了 支撐在哪裡 8087嘛 那這個就是空單的一個出場點嘛 而且是針對當沖嘛 而且這個我每天一定會通知 通知什麼 我們每天系統所算出來的當沖的壓力跟支撐點 今天的支撐點在8087 8117空 8087補掉兩口 是不是共計跌60點兩口單 那既然這邊是支撐點 各位 你說能不能做多 當然可以做多啊 但是我說了 我們現在既然有波段空單 8236 如果不希望被輕易洗出場的話 你必須要利用另外一個帳戶來做多 所以在今天一開盤的時候 我們通知家族成員要準備另外一個帳戶做多的用力 就是在這裡 那你來看喔 既然知道支撐在8087 今天開盤三分鐘 我就通知我們的系統用戶 今天的底點預判 參考天地線的支撐位置在8087上下兩點 預掛 預掛 8048分就開始掛了 預掛 這些點會附近進場做多 並且設好40點停損 我今天就告訴家族成員 你要做多可以 一定要用另外一個帳戶 那在什麼點位可以接入做多 8087 至少兩口 這為了避免8236的空單被洗出場 這有準嗎 那這個 怎麼來的 是不是從系統算出來的 是不是完全按照系統來計算 那各位剛剛還記不記得 這個多單8087的多單 你必須要在哪裡做一個出場的動作 既然當充 你空單要在當充支撐出掉 那支撐點做多之後 當然就要在當充的壓力出掉啊 那當充壓力在哪裡 在8145啊 就是一個多單的一個出場點啊 8087的當充操作多單喔 該在哪裡出場 多單兩口 當然就是在壓力 你只做當充的話 兩口單大漲116點 我說學會雙帳戶操盤啊 你受用無窮啊 原先我們空在8236那個空單 就不用再去理會他 因為整個距離已經拉遠了 可是行情不是一路往下殺呢 他還是有撐啊 今天最低就8083啊 那8087當然你只能做當充 而且呢 必須要出在當充的壓力 共計大漲116點 學會雙帳戶操盤法 受用無窮 那來到壓力點 你說能不能再空回去 你說咧 既然這是我們算出來的壓力點 8點47分 高點預判 參考天地線精算的壓力位置 8145點 預掛幹什麼 來做空嘛 來做空嘛 那不但呢 10點35分出現8147 尾盤還出現8156的最高點 這個做空呢 至少兩口 他絕對穿價成交 因為 咖哩有來到8156 但是沒有打到40點停損 那到了今天收盤喔 請你仔細來看一下喔 你先拿紙跟筆記一下 今天這樣一個行情 如果你按照我用兩個帳戶 而且一筆單 用兩口單來操作的話 你知道今天這樣一個震盪的行情 對我們來講是幾點的機會嗎 開始計算喔 我們先看做多的這邊 8087做多兩口 一筆單兩口嘛 當充的壓力在8145 麻煩你寫下116點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空單的成績單 眼睛買沒關係喔 今天是不是收8120 那我們除了在8236做空 我們找完是不是在817做空 那支撐是不是8087 兩口單是不是跌60點 尾盤壓力點 8145的空單是不是兩口 說8120是不是再跌50點 都兩口單 這兩筆當充掉 總共110點 這一筆到現在還沒出掉 目前續報中 8120跌116點 共計跌226點 不好意思喔 另外一個賬戶 另外一個賬戶 學會雙賬戶操盤法 受用無窮 另外一個賬戶的多單 116點 你再加上226點 你再加上226點 他叫做多少 300多少 342點 到這邊講 你今天賠幾點 你不要所掌握到這麼多點 你只要不賠 你今天可能就偷笑了 可是我們運用正確的方法 兩個賬戶 再加上我們系統 所告訴我們低點跟高點 以及先前 我們8236所做的波段空單 今天得到的棋子喔 空單成績222點 226點 多單成績兩口單 116點 事情結束了沒 還沒 各位 還記得我們有什麼部位嗎 選擇權 週選擇權 拉近一點 11點51分 一口都不要出 全部續報 很清楚吧 而今天收盤說多少 我們直接來看一下 說88點 10月第一週 820賣權 今天收88點 我們是在什麼時候進場的 上個禮拜 41點進場 今天收88點 一口都沒有出 共計 漲214% 加倍奉還 現在最紅的一句話 加倍奉還 最火紅的一句話 加倍奉還 我有沒有真正讓會員做到 41點進場 一口都還沒出 一口都還沒出 已經漲了214% 加倍奉還 續報中 這種感覺真是開心啊 留個兩天翻一倍 翻一倍 所以我說喔 我經常在節目上講 你其實什麼都不用懂 你只要像曾老師一樣 你有一套好武器 你想要不強啊 都很困難 為什麼 因為藉由這套系統 找盤告訴你什麼 低點在哪裡 支撐在哪裡 8087 壓力在哪裡 8145 今天當創還有什麼不會做的 撥亂指標30分鐘 告訴你站在空方 有什麼會理由 會留錯方向的 擁有一套好武器 想不強都很困難 這絕對不是講講而已 因為我每天 用我實際的這樣一個操作 跟你進行摳訊對家對食之外 還實實在在的進場去操作 當然啊 我們每天這樣操作 還是要特別聲明一下 這個節目內容 完全在分析指數漲跌點數 並非論述績效點數 我們分析專業操作 絕非保證缺可獲利 金融市場風險報酬構存 過去績效不代表未來績效 我說我這個節目啊 跟別人最大的不一樣的地方在哪裡 我每天在講的 都是實戰操作 因為我每天會把我發給會員的摳訊 完全公開透明的在節目上呈現給各位看 而且我說過了喔 我這個節目啊 不是非會員的投資朋友在看 我們的全體會員都在看 所以是不容許咧 造假虛偽的 因此我說了 我跟別人最大不一樣的是 我每天都在講實戰操作 絕對不是在跟你空談理論 絕對不是在放馬歐炮 因為那個一點意義都沒有 而且我認為真正的專業 你只能透過實戰來驗證一切 我說很多人啊 都這麼講 你在選擇一位分析師啊 特別是你有在做期望選擇選擇 你在選擇一位分析師啊 你一道最重視的這四個字叫實戰操作 我說了 因為很多人咧 他很會講但是不會做 可是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你來這個市場目的是為了賺錢 如果沒有辦法在實戰操作當中 真正大賺小賠的話 那些很會講的人 所講的言論解盤分析 他們充其量只是在猜測 充其量只是廢話 再不然就是馬歐炮 我希望你能夠真亮眼睛選對的 就像今天的行情 我們波段有沒有留隊方向 8236是不是空單續爆 820賣選是不是續爆 波段留隊了嘛 今天的當衝 是不是利用兩個帳戶 支撐點在哪裡 8087嘛 是不是可以做多 來到壓力點8145 是不是在平商再做空單回來 所有的證據 抠訊 我們都拿抠訊跟各位進行 來對價對死 這些都是證據 所以我希望 你能夠好好的真亮眼睛選對的 那最近我們推了一個活動 非常的適合投資朋友 負擔 更輕鬆 可以好好的留意一下 中場一個重要的資訊 這邊我們先休息一下 民國五十五年 全台國小每班約五十二個學生 當時約二十個年輕人 撫養一個老人 民國一百零一年 全台國小平均一班約二十五人 預計民國一百一十一年 約四個年輕人 需撫養一個老人 隨著社會的變遷 少子女化 與高齡化 已影響年金制度發展 談習下一代 請支持年金制度改革 送 金價送 五道送 曾老師軟體訊息大放送 曾老師送給投資朋友 兩人同行只收一人費用 迎戰期貨選擇權 兩人同行只收一人費用 服務不便值 負擔更輕鬆 請速播零二二五七八三七七七 二五七八三七七七 愛之味快樂健康奶 改善腸道健康 降低外膽固醇 解除腸道危機 遠離疾病 愛之味快樂健康奶 討聽永思思 美國進口原料 最新PEACE認證通過 會退休會疾痛 思思解痛加強定 曾老師說 其貨是現貨先行指標 掌握多空方向 才能戰勝市場 我們擁有一套快 很準操盤系統 幫助投資人快速累積財務 快多空地盼 極不可施 很順勢加碼 推升過益 準 經濟停損 確保不失 想要戰勝其貨選最好的曾老師 請速撥打 02578 3777 02578 3777 討聽永思思 美國進口原料 最新PEACE認證通過 會退休會疾痛 思思解痛加強定 送 禁價送 五道送 曾老師軟體訊息大放送 曾老師送給投資朋友 兩人同行只收一人費用 迎戰期貨選擇權 兩人同行只收一人費用 服務不便值 負擔更輕鬆 請速撥 02578 3777 2578 3777 566 566洗髮乳 天渣女王風乳 讓秀髮像女王般 呼 亮 柔 順 566洗髮乳 566 您現在收看的是中華財經台 您現在收看的是中華財經台 歡迎來到節目現場 那麼在今天行情裡面 不管你是因為上個禮拜留多丹 今天賠大錢的 或者是當衝咧 在今天 因為切入的點位不漂亮 而賠錢的 看一下我們操作 盤本身沒有什麼好做難做 你只要有方法有工具 每天 就好像在桌子上去拿那個橘子一樣 桌子上放一顆橘子伸手去拿 那麼簡單 不相信 不相信啊 我們今天怎麼做的 來 這今天9月30號的一個走勢圖 在今天能不能做多 可以嘛 可是你切入的點位不夠漂亮 你當然在尾盤 你當然殺下來那一段 就停損二三十點 當然就出場了嘛 那為什麼你會買在那麼高的點位 因為你沒有先人指路嘛 所以在814級5級你才去追多嘛 那我們是不是一開牌就算出來 支撐就在8087 那壓力是不是一開牌就算出來 8145 這個地方我們已經出掉做空 你才在那邊做多 這個地方我們空單當衝已經補掉了 你才在那邊追空 那不用說你也覺得今天會壞做 那不是這樣 經常都這樣那不是 點位不對 點位不漂亮 你當然覺得盤難做嘛 但是如果有一套親密的計算機 他已經幫你算出來 這個地方就差不多低點了 這個地方就差不多高點了 你還有什麼不會做的 那你看多單用另外一個帳戶 今天是不是兩口單 大漲116點 你就是因為不會雙帳戶 每天在那邊多也拆空也拆 所以你當然每天都覺得難做 那空單呢 要不要動它 另外一個帳戶這邊有個空單嘛 就不要動它嘛 多單就做當衝 為什麼 多單只能做當衝 因為波段指標 它就是在空方 那這一筆單到現在我們還死咬不放 116點 那這兩筆呢 因為成本沒有那麼漂亮 也沒有獲利50點以上 今天做當衝 但是空點也很漂亮啊 找盤空點至少知道 當衝的支撐在8087 疊60點兩口單啊 尾盤拉上來8145 有去做空的系統用戶 收盤8120 再跌50點 一共 空單跌226點 多單漲116點 兩個全部加起來 兩個帳戶 342點啊 在選擇權 最近最有名的一句話 加倍奉還 我們是真的做到喔 來來來 加倍奉還 這不是吹公公的而已喔 是真的進場去做 上個禮拜五的事情而已 兩天 假日不算 兩個交易日 我們真正讓會員加倍奉還 加倍奉還 市場上就是加倍奉還給我們的會員 41點進場 今天收88點 一口都沒出 一共漲個214% 請你陸續追蹤 我想我這個節目啊 你上個禮拜或之前都有在看的 我每天都用我這指標 事前公開的告訴你 事後得到驗證 有看我禮拜五的節目 我都已經講在前面了 都講在前面了 這實在沒有什麼好懷疑的 把話講在前面 這還有什麼好懷疑的 比起那些放馬後炮的分析師 我真的是覺得啊 我比他們好太多了 我敢把話講在前面 而且用真正的動作下去做 絕對不是講一講而已 要告訴你喔 接下來會繼續跌 然後手頭上咧 都沒有帶會員做任何事情 不是這樣 我不但這樣看 我還真正帶會員這樣做 那為什麼我敢這樣帶著會員做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波亂指標 為什麼我敢他 帶他們做空 拉近一點這邊 這個823你 我七早八早就告訴你了 我們的波亂指標 完全翻空 翻空之後到今天 你可以看到 從這邊整個拉遠 完全不動如山嘛 所以我們是8236 跟著他同步流差 就不要拆低點嘛 就不動如山嘛 當然在盤中震盪的時候 你說要做多 可以用另外一個帳戶來做多 那這823你我講多久了 9月25號就開始講了 9月25號我就開始講了 隔天 我們就在8236就開始是空 隔天的高點他叫8241 對不對 寫得很清楚嘛 正式翻空嘛 後來我每一天都在講 不動如山 每一天我都在講 不動如山 所以我說我每一天在講 跟別人有什麼不一樣 我講的是實戰操作啊 不是在那邊跟你談理論啊 解盤談理論啊 真正的專業 是要透過實戰來驗證一切的啊 無法在實戰中 真正去做到大賺小賠的 所有的言論解盤分析 充其量 只是猜測廢話 馬歐炮 如果你要選擇一位 真正的一個超盤手的話 你就要看他每天 你敢不敢公開跟你驗證 那最後呢 要告訴全國投資朋友 今天收完盤之後 重要的資訊 好好把握一下 我們呢 明天見 謝謝各位 我記得聽到 他 將這個 Ahan 可以地著法 放在你 免插電 不浪費水 處理液菌 凱薩Eastwater 液徑收影機 凱撒未遇 起起起 撒啦撒啦 上一个啦 撒啦撒啦 上来啦 想想让你无法吵架 撒啦撒啦 撒啦撒啦 上来啦 能不能好想偷情一下 撒啦撒啦 撒啦撒啦 上来啦 情不自禁爱人生产 撒啦撒啦 莫愈如 曾老师说 期货是现货新型指标 掌握多空方向 才能战胜市场 我们拥有一套快 横 准操盘系统 帮助投资员快速累积财务 快 多空利害 机不可失 横 顺势加码 推升过益 准 经历停损 确保不失 想要战胜期货 选最好的曾老师 请速拨打 022578 3777 022578 3777 2566约会吧 566染发霜 不只没有化学成分PPD 更添加天然植物精华 我早上我今 不淡淡 不淡淡 自然又少人 不只漂亮 更加开心 我只要约会吧 开心 漂亮 送 真正送 舞蹈送